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天不来点实锤 一天不来点重磅 这日子就过得不舒服啊 这浑身就难受啊 好在天内有重磅可看 现在又来一个微信给抖音 进了9月20号以后 禁止下载禁止升级 备注美国地区 这个信息就不用去查消息来源了 这已经是重磅中的重磅 实锤中的实锤了 我就不用去核实消息来源了 微信正儿八经的要进了 那么在这之前呢 微信已经是限制功能了 不能转钱了 有人在美国啊 试图给别人转钱啊 发个红包 转个账 不让转了 禁止转了 之前是在美国限制功能 现在在美国全部都要禁止啊 不能用了 抖音也不要用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时间节点非常有意思吗 怎么在这个时间就突然之间宣布 进了微信禁止抖音 把这个禁抖音微信跟美国中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一联系 哎就有意思了 先是一个布兰斯塔德他在人民日报脱稿 结果人民日报不采用啊 找了种种理由拒绝啊 搞得很没面子 接着呢 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大使馆啊 在那个微信公众号 有抗议啊 什么中国虚伪的宣传系统 文章被删了 第二次打脸 第三次打脸是发微博 微博也没发出去 这一下子就围绕着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领事馆 这一下就啪啪啪打了三次脸 那大家才看到布兰斯塔德撂蹄子了 我不干了 我靠这个工作干了没意思 被中国政府啪啪啪连续打脸 我还是一个大使嘛 我代表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 你敢宪政我的言论自由 辞职不干了 结果就辞职了 但是想美国政府给他撑腰啊 是吧 你打大使的脸就是打川普的脸 就是打美国人的脸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之前梅艳芳有一部电影啊 就是讲战国时期齐国的事啊 别的国家的使臣过来 就是武将可以打 就是说两国之间的武将比武输赢不伤和气 但是文官啊来时 不懂是啪啪闪眼耳光 结果就贪上事了 这就引发战争了 找到了是这一段啊 可以看一下 就是讲这么一个事啊 你把这个剧情呢 你套到现在是吧 你打了布兰斯瓦德的脸 就是等于打了美国人的脸 因为美国现在也要打回来呀 是吧 要把这个面子给蒸回来呀 所以说今天就看到了 禁抖音禁微信 中国的人民日报打了布兰斯瓦德的脸 但是美国的反应是狠狠打了中国一拳 把你微信抖音给禁了 美国人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那你微信抖音在美国也不要用了 这可不是一个对等的制裁 这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制裁 这是我看来啊 关于制裁抖音的事 关于这个抖音合作的事 收购的事啊 我一直在酝酿加上呢 我一直没有去做相关的主题 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现在不管什么甲骨文啊 微软啊 沃尔玛啊 是吧 他们这些谈合作谈谈谈剧 这里面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可能我今天做了节目 明天事情又有新的变化 如果说抖音能够顺利的啊 在美国被收购啊 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企业 而我还真要下载一个抖音海外版 我要在抖音上去挺川普 我要去做一个测试啊 我上我做什么测试 我说爱川普爱川普爱川普 是吧 我就做这样的视频啊 无脑的视频 我就看看抖音给不给我推荐 抖音他给不给我涨粉 我其实我满期待去做这么一个实验子 但是现在这个抖音啊 它也是被禁啊 将来如何 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啊 关于抖音的话题啊 以后咱们再聊 那么对于禁微信啊 很多中国人有说了 哎呀我们没法跟中国人沟通了呀 微信是我们唯一跟家人沟通的工具啊 啊进了微信可怎么办呢 很多人在愁这个 其实对于很多海外华人呢 我给你再支一招啊 其实进了微信不怕 还有其他的QQ没进吧 又没有进通讯公司 进了是通讯公司旗下的一个微信啊 还有QQ呢 QQ也是全民都在用啊 海外华人还可以用QQ啊 在这个时候QQ手机上也能装 但是后续他会不会治QQ呢 我也不好说 就是想跟国内的家人沟通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备选方案 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是搜主意啊 因为你在网上你搜搜什么约炮软件 一大堆约炮软件 也都是可以沟通 也都是可以聊天的 我相信在美国也有很多这种软件 你也可以下载 之前那种约炮软件 我根本是看都不看的 现在就可以考虑把它下载下来 做一个备选 就是关系特别好的一些朋友 咱们先加这个软件吧 一定要解释清楚 我用这个软件不是为了约炮的 是因为微信不让用了 我只能用这个约炮软件 去跟国内的朋友去聊天了 去沟通了 如果说华人真的想爱国 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爱国的 不用微信也可以用其他的软件 也给那些其他的二三线的那些APP开发商 给他们一个新的增长空间 给他们点活路 当然了咱们还要说一些公平的话 你看看中国它有没有制裁美国 你要是严格来说的话 中国怎么能制裁美国呀 中国有什么能力去制裁美国呀 一时脑子就转不过来这个窝 但是实际上你看下什么 推特啊 Facebook啊 谷歌啊 油管啊 WhatsApp Telegram啊 在国内不能用啊 没有大张旗鼓的说 我要制裁你这些软件 没有大张旗鼓的说 我要制裁你谷歌 我要制裁你推特 我要制裁你其他的啊 什么WhatsApp Telegram 没这么说 就是建了一个又高又大的 但是又看不见摸不着的 这么一个防火墙 把这些软件全部都给禁了 国内就一个腾讯啊 一个巨无霸的霸王花企业 就是我花开始百花沙 有我腾讯这棵大树生长的地方 这棵大树底下是寸草不成 这是腾讯的做法 那么有这么多的海外华人在抗议 美国制裁微信制裁抖音 说影响我们使用了 对啊你敢向美国抗议 那这时候你敢不敢向中国政府去抗议 你说微信给禁了 我们想用WhatsApp 我们想用Telegram 我们想用其他的那些什么软件 中国政府 你不要再去限制外国这些软件了 敢不敢向中国的政府去抗议 我觉得也没有人敢向中国政府去抗议 那话说到底 还是一个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这个比喻有点不太恰当 不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只允许你中国制裁美国 不允许人家美国制裁中国 美国一制裁中国 马上就抗议一声一片 因为美国有自由吗 有民主吗 允许抗议就可以抗议 但是你要是抗议中国 分分钟给你抓起来 寻衅姿势 动不动还要悬赏50万逮你 你要是跟政府对着干什么 某位高官一步爽了 盘他 人民日报 环牛时报 新浪网 网易 什么澎湃新闻 什么精神中调 全部都盘你 就像我昨天说那个小伙子 寻衅姿势 悬赏50万 他到底干了什么事了 所以说中国的百姓不敢跟政府对着干 跟政府对着干 当然就这么一个后果 这么一个下场 是很吓人的 所以说我也理解中国老百姓他们的苦衷 但是没有办法 实际上你摊上了这么一个祖国 这个祖国打引号 华人的祖国 他是被老公严重绑架的 一定要搞清这层逻辑关系 那再话说回腾讯吧 看着腾讯旗下的软件在美国被禁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欢声一片 早他妈该禁了 这个软件流氓软件是吧 禁得好 在网上真的是有很多人是欢欢声一片 包括我在内 我早就已经不依赖微信了 我的手机上各种各样的那种社交APP 下载了十几个 微信是我打开率最低的一个软件 有时候过一两星期我都不看 再打开提示需要输入密码了 密码我都快忘了 就是微信 我现在我真的想说 腾讯呀腾讯呀你也有今天呀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的烦腾讯 讨厌腾讯 我讨厌腾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多少年了 我讨厌腾讯至少得有15年了 为什么呀 因为在15年前我用的是一个6位的QQ 6位数的QQ 那时候腾讯在中国跑马圈梯的时候 他的QQ那种位数啊 刚开始是5位数 然后6位数 然后6位的上线也就是99万嘛 然后马上就变成了7位8位9位 我在那么一个时期 我有一位6位的QQ号 结果那个6位QQ号被盗了 被盗了然后死活找不回来 怎么去申诉 怎么去打腾讯功夫的电话 这个6位数的QQ号都没找回来 因为那个6位数的QQ号 我一两年我心我都非常不爽 很心疼的 那时候很在意的 再后来呢就看着腾讯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然后不断的去抄袭人家 抄袭人家联终的棋牌 抄袭人家号方的对战平台 然后抄袭各种各样的游戏啊 什么CS使命召唤 什么卢瓦卢 什么Dota之类的 一天到晚抄来抄去 我觉得我讨厌腾讯啊 仅仅只是一个讨厌 凡他 但是在中国肯定有非常多的那些 小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恨腾讯是恨的是咬牙切齿 他们想去做一些产品 但是腾讯已经垄断了太多的资源 很难发展起来 那这个时候美国进微信 那对于那些中国那些软件开发商 还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呢 我前几期的节目我还说过一次 危机就是商机 此时此刻要不要针对美国的市场 再去看看去开发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之前是微信到处抄 现在你们也可以抄微信 但是在法律上你这不是微信 也不是腾讯旗下的产品 美国也不会禁你 只要你把那个微信的功能都抄的七七八八 但是也要注意这么一个侵权的问题 把它给避归掉就OK了 微信啊好用是好用 但是不敢用 因为我每一次我打开微信 我涉及在微信上说话的时候 我都知道屏幕后边有无数的眼睛 不管是智能审核了 还是人工审核了 还是腾讯内部的这种党支部了 我就知道屏幕的背后 都是这些 所以说我在无意义上我说的 话都是些平淡到不能再平淡的话 我尽量不用 那至于美国方面说的啊 窃取用户隐私啊 对于这一块呢 我觉得应该到最后 当上一个重点来说一下 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 我相信我所有的观众啊 都在用国产的APP 除了微信可能还有其他的 一定要注意这几个操作啊 就是说那后台 你要禁止国产软件去访问哪些功能 第一个是GPS定位啊 要禁用 然后禁止访问相册 禁止访问麦克风 禁止访问记事本啊 这些哪怕说是无法禁止 那就是说在不得不用的时候 允许临时访问 这样才能够最大化的去保护你的个人隐私 如果你在这一块 你要是不多一个心眼 你的所有数据上面都知道一千二处 你老婆穿什么颜色的内裤他都知道 真的是不开玩笑 你不要小看了老共监视老百姓 在这上面投入的资金啊 是非常大的 好吧 对于今天这么一个美国禁微信啊 这么一个重磅实锤实锤重磅的消息啊 咱们就暂时说到这里啊 今天看了这么一个重磅呢 我就能够睡得着觉了 好吧 明天还有什么重磅呢 咱们就持续的关注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希望支持本频道的发展 或者说对于我个人给予一定的支持 您可以选择对我进行被保的小额赞助 也可以通过加入会员实现对本频道的支持 非常感谢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